怕什么 怕 怕什么就别干了 随便一谈 真假立宪 上海罗斯福大厦 福喜会餐厅 仨人 2580 含10%的服务费 餐前送了一个蟹粉豆腐 我尝一下是不是真的 这是真蟹粉 没有一点腥味 品质不错 烫到豆花 原汁原味的豆花 上面淋着点炒好的蟹粉 味道还行 送的就不多说了 每桌都送的 可不是给我们特殊的 只成雪花牛肉 480吧 M9的牛肉就不用说了 你们也尝试 入口之后 根本就没有牛肉鲜微的那种感觉了 都是绵软香滑了 有一丢丢的腻 还让上面搭配的手指柠檬 和楼苗这种混合的味道 给它去掉了 原料非常好 调了并不重要 就哪怕少撒点盐 就这么直接吃 也非常好吃 488 贵不贵再说 原料不错 松花蛋 麻辣豆腐烧花椒公 488 松花蛋 松花蛋切的很碎 松花蛋的味儿 在这里面就避陷不出来 让那麻辣味儿 非常不能遮盖下去了 花椒公 这个花椒公烧的还是比较透 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花椒难做吗 花椒不难做 只要帐发好软软的 跟提睛一样 你放什么东西它就是什么味儿 加上麻辣豆腐的麻辣味儿 吸的特别足 这个菜做的可以 紫苏香丹菊 石鸡 268 这个菜一跳 咱们今天能吃得稳 香肝 香肝的原味儿 尝一口食鸡 这个沙包底下 它铺的是紫苏 底下那部分吃这个肉 还是有一部分紫苏的味儿 上边的味道很淡 只是在腌的时候 底味儿给的不是很足 炒的时候外边这个酱汁 也比较淡 因为这个盐给的少 唯一好多香味都出不来 吃的就是原料一个本味儿 这就是中国跟你说的 是我怕咸了 怕什么怕 怕什么就别干了 富贵虾488 大皮皮虾 又是鱼子 我就不爱吃这个 就跟咱们在家煮的皮皮虾 基本一个味儿 它只不过个比较大 这是低温半煮的方法 应该是用低温半煮的方法来煮的 所以煮的刚刚熟那种状态 虾选的也好 火候长得也好 香这么好的东西要给它做难吃了 拿它们就别混了 来这黄瓜 黄瓜也不错 黄瓜味儿挺浓大的 稻田黄鳝烧红薯粉 三百二十八 这不是我们老家那个焖热的 应该就是那个东西 是吧 这汤不错 汤是高汤 红烧红里边吸满了烧黄鳝的那种汤汁 很是鲜 黄鳝绝对是活的 软烂入味 切很新鲜 没有任何的意味儿 其实做这种菜 黄鳝油温高一点 多扎一会儿 一定得把里边的水分扎出来 这个才会更好吃 它就给炸了 炸了 但炸的很轻 看不出来了现在 本身就是很好的汤 再加上特别稀味儿 红手粉和炸过的扇鱼 这应该特别好吃 其实这个菜 本身就已经在90分以上 如果再稍稍的调一下 那就更好了 好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我们仨人吃了2680块钱 吃得干干净净 跟你们说人均没啥意义 就它那个菜餐 翻开之后 你就人均点了2000也没有问题 虽然贵 但是也在标准毛利内 很商务 但是味道还行 虽然会有一些小的问题 啊